黄麗美 黄麗美 大家好 我叫黃麗美 我的阿米斯的名字叫哈瑠 我的原鄉部落是在冬河鄉太原村 那我記得 我小時候 二舊一直常對我們說 我們是末代阿美族 那时候不觉得说这句话哪里严重 海国真的我们真的是末代阿美族 因为我从小是阿公阿嬷带的 那当然他们都是完全都是用族语 就是在家里都是用阿美语沟通 那我国语是在进入国小 一年级的时候才开始说国语 所以一致我现在国语不太好 那记得国小的时候呢 那当然就是被一些同学笑 因为我常常讲阿美语 那也常常被同学检举 就说黄丽玫讲换方言这样 虽然我们没有被罚钱 可是常常被告状也不是很好 可是呢我这个人就是匹 一抓到机会我就会找同学讲阿美语 可能就是一种 应该就是说我不会用国语去表达我想要说的意思吧 所以呢我就常常会也不是要脱讲 可能就是很自然的就跟同学讲那个阿美语 所以那当然老师可能也对我也没辙了 所以也我觉得我也非常感谢当时的老师 他的一句话的赞美 以至于我后来对自己也非常的有自信 他就说黄丽玫 你的脸因为睡午觉之后脸都会红红嘛 他就说你的脸好漂亮哦像苹果 因为老师的那句话 我就觉得说也激励到我了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也没有被赞美 都是被老师骂的那个份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对自己就很有自信 我觉得说老师的一句话它可以影响我一生 所以以至于呢在我教主语的时候呢 我就会想起我那个赞美我的那个老师 因为一个赞美会让人会有不同的改变 所以呢我们的原住民小朋友呢 都是低成就的 他在班级呢说真的可能也不是很好 那有时候呢都会常常听他们在教室的一些抱怨 或者是一些家庭的一些状况 然后我都觉得说现在小孩怎么比我们那个时候的小孩更辛苦 因为他们要面临的比我们那时候的状况还要更多 他又要面临家庭又要面临同学 我就觉得说我们现在小孩比我们那时候所承受的那个还要更重 所以呢很多小朋友呢我的原住民小朋友呢 他们很喜欢跟我谈心 然后呢他们都非常没有自信 都会常常说哎呀老师我很不好啊 哎呀我什么很烂啊 我就说哪里有很烂 我都会我都会用引导他们用正面的想法 然后也会常常赞美他 就说哎呀你今天头发很漂亮啊 或者说你今天那个什么整理的很好啊 或者是就会会会会赞美我们的学生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会就会很喜欢跟我谈心 那那当然他们也会也会分享他们主语学讲阿美语的一些状况 说真的来学校就是国小是十分钟 国中是十五 所以要讲的机会非常的少 因为现在都大概都是 不是在家都不是全用原住民 那也都是因为也不是两个夫妻都是原住民 而且两个夫妻也不是都是阿美语这样阿美主 所以他们在家的用语可能都是用国语 所以呢我是非常鼓励我的学生就说 那既然这么宝贵的四十分钟 那我们真的是要多加的利用 我们更要宝贵的来 珍惜这四十分钟了 虽然有时候真的很多的 他们也要抒发他们的情绪啊 所以我们都要不时的把小孩拉回来 所以我就会带入我小时候的一些的很好的经验 去河边玩耍的啊 山上采拔拔拔拔拔的一些乐趣啊 就会让他们有一些想象空间 因为他们有时候我们讲我们小时候的一些事情 他们都每次都回答说怎么可能这样子 所以在他们的可能印象中 这都是很像都是在电视后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要引导 或者是说我很喜欢请他们就说 如果你们有回部落 看看部落的一些东西 从生活当中去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们的族语 因为他们都会都会讲一些比较零星的一些传统的那个食物的一些名称 那我就会从名称里面就开始讲他的故事 这个讲故事呢也是受我外婆的一个影响 他很会讲故事 还创作俱佳 还会带动作 他可以让一个一个溺水的一个情况呢 他就会说故事 所以呢我就觉得应该是我也是受他影响 我会也会也会跟小朋友说一些故事 从故事里面不仅认识自己我们阿美族的文化 一些生活还有一些我们的饮食就是慢慢的带进来 因为以现有的那个教材的话 实在是太 不是说不太能使用 就是说比较刻板 所以呢我们就会从里面再加一些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些乐趣 或者是我会带小朋友去制作我们小时候的一些铜碗 从当中啊 他们就觉得你们以前的玩具很好玩 因为他们是这个都是要自己亲手做 对我就说现在玩具都用钱买 我们现在呢只要用手边的一些植物啊 或者是竹筷子啊 我们都可以制作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玩具 所以呢从中呢也启发他们 就是说从生活中怎么取用一些东西 或者是说启发他们 就是说也要动动一些手 动动脑这样 所以这个我觉得说现在是他们所缺乏的 那再来就是说 那我很喜欢带他们去认识校园里面的植物 那闻闻味道啊 就例如说你闻这个味道是什么啊 然后开始拆那个拆米的游戏 因为现在校园有 如果我会先观察说 校园里面大概有什么植物 那如果说是那个橘子类的 我就采一些叶子 那有的学校会有一些芒果 或者我就会采一些回教室 让他们看看 我说像什么味道 像什么味道 他们就开始想 那就从里面呢 不仅就是说 有对这个水果更深的认识 也可以就是说 那我会从里面呢做 例如说那个黄椰子啊 我就会帮他们 教他们编那个炸蒙 炸蒙 然后开始大家做比赛这样 所以他们就会 很多小朋友就会很期待 就说那他们更期待说 明天还会备来这样子 我说我是一周才来一次 所以以至于说 我的学生到目前为止 有的已经大学了 都还会跟我联络 然后那当然也会问一些 一些我们传统的东西 那当然就是会问好这样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是这个一个在 我在教学的部分 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意思是说我所带给他们的 他们都有吸收这样子 所以也希望说 他们也能用同样的方式呢 不仅是可以教其他人 或者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 阿美族的文化 或者是也可以带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 然后或者是或许有机会 也跟我们一样 做这个族语的一个传承 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工作 这个是我们的期待 因为我不要被我二舅这样所说中 我们是末代的阿美族 所以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在这个部分 我第一次带小朋友应该是教会的主日学 也是因为这样的经验 然后才知道说小朋友怎么带 所以我的经验就依照带主日学的一个方式呢 套入这个主语教学 所以主日学有故事 那我们也有故事 所以我们刚开始呢 我们的教材都是自编的 自己编的 然后从主题里面 在找生智啊 在找生活用语 那起初的小朋友 应该都还很会讲 就是我们都还有可以应对 还可以回应我 那因为也都是河滨岛的小朋友 那家长我们也都认识 所以呢 我就可以跟家长有一些的 就是联系 就是说因着小朋友 然后可以关心家长 然后跟家长有建立很好的关系 这样子 到现在我们都会彼此互相关心 这样子 所以主语教学在起初呢 当然非常的困难 从课程的安排 然后再来就是自己编一些教材 然后呢 然后自己那时候 我们还自己设计了一个一些学习单 就是说更希望就是说我们的主语呢 不仅是被传承下去 更希望就是说可以被使用 那所以呢 我们就设计一个学习单 不仅小朋友在学校学 那家长也有一些回应 意思是说 意思说 主语教学不是老师的责任 是要学校跟家庭 最主要是家庭 因为我们一周才40分钟 所以呢 我起初就是非常的 就是在学习单上面呢 我也出了一些家长的一些题目啊 希望就是说有学生去发问家长 然后家长有回应这样子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互动 所以后来这些小孩也都结婚生子了 所以看来就是在这也快十年了 这些孩子看他们的成长 然后自己也成长 所以因为也是这样子累计起来的 也是要互相感谢的 就是说我们在教的当时呢 我们也会看到自己的不足 因为自己的不足呢 我就会去外面做补充自己 充实自己这样子